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經不再需要素顏了 或者已經有更多更有資源的文學圈 可以整張任務 就徹底地退場 但進去的時候沒有大聲喊 我們來了 走的時候也沒有大聲喊 我們來走了 我覺得這種實幹的風格是很難得 也剛才法老師所說 其實是他們把文學縫成生命的一部分 而得出的一種感覺 就是我每天都會做的事情 所以我需要特別告訴別人 我正在辦文學雜誌 這也是當初我研究這部團體和雜誌時 最佩服的地方 作詞・作曲 李宗盛